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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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應該都已經聽說了 一位六年級12歲的小孩 在科羅拉多州被老師踢出教室 因為他書包上貼了一個Gaston Flag 就是一個魔鬼沾的貼布 在他的背包上面 你可以在這張圖片上面看到 就是這個黃色的旗幟 這個是美國建國的時候一個旗幟 歷史我之後再講 首先我們先來講這位 腦子有問題的自由派老師 一個完全不懂歷史的歷史老師 因為Gaston Flag是在奴役制度跟買賣黑奴的時候使用的 擁有槍支的各位 甚至不用擁有槍支的各位 有讀過美國歷史的各位 在美國讀過高中的各位 有嘗試的各位 就應該可以知道 上面寫的 Don't Threat On Me 不要踩我 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是一隻蛇 你如果踩我的話 我會反擊喔 你會用這個來代表買賣黑奴嗎 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去 The Gads in Black The Don't Threat On Me The Don't Threat On Me Okay Which is the Gads in Black Okay I can have you speak to I can have you speak to Jeff Yocum Okay Okay And then he can refer you to Our person at the district Okay Because like I said We're following district policy Okay Is what we're doing Okay So 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him out of class Yeah I know you should He takes his classes seriously He has studies He wants to get straight A's He did that He made honor roll When he was here before He intends to do that again Right now But it's hard He keeps missing class for this So I understand that Yeah And I mean we teach him to always stick up for your beliefs And I mean you're going over the revolution this For seventh grade I mean the founding fathers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gainst unjust laws This is unjust Okay I We're upholding the policy that was provided to us Which we have to uphold Okay Can you show me where the policy 那上網找找資料之後呢 發現這個小孩真的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簡直就是我媽夢想中的兒子 你看他那個旁分的頭髮還有領子的衣服 襯衫都還在在褲子裡面 如果他來報AI news的話 我相信各位觀眾會愛看很多 然後他現在還要競選學生會的副會長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旗幟會在他的書包上 那這個Gaston Flag其實是一個美國的精神象徵 不只是保守派會使用 就連那個LGBTQIA++++那些人都使用過 這是一個美國的文化 美國的歷史 那現在就變成了一個 就是只有原版的黃色的這個Gaston Flag突然出現的問題了 首先大家要理解就是Gaston Flag跟奴役制度跟黑奴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旗幟來自於一個叫做 Christopher Gaston 在南卡羅拉娜的居民 在美國還沒有成立之前 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大陸會議的時候呢 他是一位支持革命的一位名選官民吧 在打獨立戰爭的時候呢 他歷史於Bregardier General 這個美國大陸部隊 Continental Army 反正就是革命軍啦 他在1775年的時候設計出來了正面旗幟 正面旗幟造成了廣大的很多的人使用 因為他代表了我不主動攻擊人 但是如果你來挑釁我的話 我一定會反擊 所以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不是這個建國革命軍的海軍陸戰隊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使用正面旗幟的 這一切都在1775年 美國還沒有開始打仗 OK 獨立宣言都還沒寫 還沒有美國國旗 也就是說當時美國革命初期 在美國國旗出現前 很多人上戰場都是帶著正面旗幟的 是一個美國獨立戰爭的象徵 就是你在你的敵人面前承諾 而且堅持一個抵抗壓迫的一個旗幟 所以當一個教育家說這邊旗幟 是代表買賣黑奴跟奴役制度的時候 真的是讓我想到就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在教育我們的小孩啊 那很明顯就是這位老師為什麼會這樣子胡扯 說穿了就是因為這邊旗幟常常被保守派使用 常常在保守派的活動上面都看到這門旗幟 其實就只是這個樣子 只是跟保守派扯上關係而已 只要是跟基督徒扯上關係 跟保守派扯上關係 他們就不允許存在 他們就是會找一堆理由 不是理由的理由來壓迫你來制止你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是感同身受的OK 各位可以看出來 我小時候就是一個非常叛逆的人 我的成績還好 但是我就是不讀書 我要不太寫功課 但是我考試也都考得比其他同學好啊 我就覺得說我幹嘛要寫功課啊 不過這就證明了OK 以前在台灣聽到那個 要好好讀書喔 不讀書的話以後會當記者喔 Well anyway 我記得有一次很蠢 我小時候呢是在屏東的人愛國小 老師好像姓林吧 是個什麼傳說中多棒的老師 班上都是大老闆的兒子 跟高官的女兒之類的 然後我媽又是靠關西 又是靠送禮把我送到這位林老師的班上 我那個班上的這個班長是校長的孫子 風紀股長是四班老師的兒子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官商勾結的班級的概念 有一天他在班上打完了所有的人之後 打完壞學生之後 我就其中一個 那我就擺臭臉 我就是不爽 我就說為什麼有班上 就是可以有同學有特權 他就在全班的面前跟我說 你認為老師是喜歡處罰你的嗎 每次打學生的時候 老師也在痛啊 大家都知道做用力跟反做用力嘛 對不對 每次打你老師也在承受同樣的痛啊 然後我就說 那好啊 那以後我拿棍子 然後你把手伸出來行不行 欸不行了 OK 就馬上被抓上去再被打一次 然後還把我的外婆叫到學校說我頂嘴 然後頂撞老師的不尊師重道 然後我外婆再把我抓回家再打一次 總之我就是一個很喜歡挑戰體制的一個人 所以各位不知道我抓住信仰 拉著耶穌的衣腳的時候有多開心 我可以公開的說出事實 因為這不是我說的 是神說的 Anyway 這個是我的個人經歷 我想講這個新聞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為我討厭老師這麼膚淺 我想要強調的事情是 並不是每一場戰爭都是靠槍打贏的 絕大多數的戰場不需要槍炮 這個12歲的孩子跟他的孩子的母親 一起出來面對一個濫用職權的老師 而且上了校董會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校董會就發出聲明了 下面說 昨天這名學生回到了學校 背包上面的徽章還是持續帶著 這名在校的工作人員依照校董會的指示 把學生跟家長拉到一邊說話之後 當我們今天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Vanguard校董會馬上就召開了緊急會議 Vanguard這間學校從創校開始 就驕傲的支持著我們的憲法人權法案 以及所有美國人享受將近250年的自由 Vanguard學校了解這個Gaston Flag 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以及他在歷史上的地位 這個事件是要讓我們重新的 深度的記起我們的承諾 就是要來教育孩子來支持美國價值 現在Vanguard校董會已經告知了學生的家長 他可以帶著Gaston Flag公開的在他的書包上上學 Vanguard是一間公立學校 但是運作模式是類似私立學校 是一間charter school 特許學校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是一個重大勝利 對這個小男孩來說 還有對這個小男孩的家庭來說 我們如果反擊的話 我們是可以打敗這些獨裁者的 事實上就是 絕大多數的戰役不需要步槍扛在肩上 但是你要堅持 你要戰力 而且你要發出聲音 必須要讓這些暴君負起責任 我們現在在美國 還算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我們還有最高法院 我們要贏的是一場文化戰爭 我們的敵人是人心裡面的撒旦 我在很多評論區裡面看到 就是美國沒救啦 加州完蛋啦 我們要來拔出我們的槍 去做X然後Y然後Z然後什麼的 然後他們現在連A跟B都沒在做 加州的學校爛成這個樣子 你有跑去校董會抗議嗎 你有讀過美國憲法嗎 你知道怎麼樣跟敵人作戰嗎 校董會的席位選舉的時候 你有去參加嗎 你有去投票嗎 你有去選市議員嗎 完全沒有 然後底下面一堆人在那邊等 在那邊說 等他們亂成一團的時候 有一天就要拿這個步槍去拯救美國 Really 你現在連把你的名字放出來 讓左派攻擊你都不願意了 你要我相信你有一天會拿起步槍 你要來拯救美國 你在拯救自己的城市 拯救自己的鄰居都不去做 然後你要我相信你會去拯救美國 這個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認罪悔改的 包括我 上個星期我跟Felicia 去了Temple City的以馬內地宣聖會 這個Jeff牧師那邊的分享 我看到他們不但是在推行Homeschool 然後教會裡面一間一間的教室 又是課後補習班 音樂教室 而且親自的帶領 而且教育年輕人的時候 我當時看到 我就整個覺得很羞愧 因為我以為我星期一到星期五全職服飾 我好棒棒喔 然後我在教會就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完全沒有服飾 然後人家可是一個禮拜七天 全部都在服飾 帶領教育 然後我卻這個樣子自大自滿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更多 而且我們一定要做更多 我們必須做更多 我們的學校被這些自由派的老師攻占 他們的老師選擇被教師公會控制 他們控制著我們小孩的教育 他們的歷史老師 在扭曲我們的歷史 在摧毀美國的價值 他們高舉LGBT的這個驕傲旗 然後呢 試圖把象徵美國獨立 勇氣 不妥協的旗幟 跟黑奴扯在一起 我們要做更多 不然我們的孩子 就都會被那個樣子的東西控制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хотел省 助理